真是 我给您削个苹果去 得多吃维生素了 这东北南的老不吃甜的 不吃水果不爱吃菜 就好吃盐那哪儿成啊 真是 吃吧 金大哥 干脆您上我那儿就得了 这也好照顾您 我不去 你干吗呀 跟大姑娘似的 还这么羞羞答答的 怎么着嘛 还得巴胎大叫台年才去 不是 你看上一次我 别提上次 您提上次干吗 上次是装的 那叫添乱知道吗 这次这不真的吗 这次 这次叫罪有应得 知道吗 这叫需要帮助 是不是 您来了大伙不是方便吗 照顾您省得孩子来回跑 我也得来回跑 你心意我领了 但我不去 去不去 告诉你啊不去您别后悔啊 您别到时候老说没人照顾您 到时候叫唤不行 都这点了 我得给您做饭去了 好点啊 爸 爸 愣什么神啊你 妈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给你爸炒几个菜 他老不吃菜哪儿成啊 真让腿老好不了了 那我爸呢 小点事你爸在屋睡觉呢 晓亮以后啊就白天我来这儿 路上我顺便带点菜呀鱼呀肉的 给你爸做顿正经饭吃 下了班你过来好不好 我回去我得给米儿做饭吃 一块吃吧咱们 行了我还得给小米儿做 给你媳妇做饭去 拜拜 走了 这唱的是哪出啊 爸 怎么了你 张娘走了吗 走了刚给你做好饭你走了 快扶我起来吧上厕所憋死我了 你憋着干嘛呀 我一上厕所他就要扶着我 慢着点慢着点 真是 走 米儿 妈回来晚了啊 等会儿给肉饭今天多就好啊 妈妈妈 别坐了咱出去吃 干嘛出去吃 你两边跑多累呀 后老辛苦的 咱出去吃的好的 让那个尽量报效 想了吧你报什么销啊 你报他的钱不是你的钱啊 我发现你们这年轻人 一点都不仔细的 在家里做顿饭很容易的事 十分钟妈给你炒好 半小时把 把米饭焖出来 咱俩就上桌 多简单哪 跑外面吃干嘛呀 现在东西可贵了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回头等小亮他爸腿好了 咱一大家子出去吃一顿 那行咱吃顿好了 山珍海味 鲍鱼鱼翅上拳了 吃完 摸摸嘴咱找你爸包账 我吃点这个 你也吃吧 真没想到 丈母娘今天来 倒是照顾你一天了 真是我丈母娘的人不错 一点都不记仇 是 是 这真是啊 人老骨头松干啥杀不忠啊 你说骑自动车摔了一跤 把脚脖子还拽坏了 这要是在年轻的时候 你说能发生这种事吗 记得当年有个小偷 跑到我们这个办公楼上 去偷东西 被我发现了 我就追他 追着追着把这小偷追几眼了 从三楼光机就跳下去了 我跟着也下去了 小偷那腿拽折了 我咋没咋地 当时你不是落那小偷身上了 那我也没让他配合我呀 你说了吧 您就别提您年轻的 应有事迹了行不行 那时候你什么岁数 现在什么岁数 你现在得注意点 真的你别老让我担心你 人上了岁数就是不中用了 就会经常给儿女添麻烦 谁嫌你麻烦了 是我嫌我自己麻烦 有时候是有一点 就你只要想象力别太丰富 有一点都不麻烦 真的 现在你什么都别想 他的事是把这腿养好 有时间我领你旅游去 好不好咱去三亚 好不好 我跟你说三亚四亚的吧 我倒是没有多大兴趣 爸现在只有一个心愿 爸您要干嘛呀 爸想早点抱孙子 你这给我下了一脑袋看 我以为你要干嘛呢 放心吧 我跟小米这一直抓紧着呢 而且你放心 我俩绝对得要孩子 是是 这是肯定的了 到时候男孩女孩 你只要别挑就行 男孩女孩爸都喜欢 行行行 只要是抓紧 嗯抓紧 那个上次小米流产以后 没留些什么病根吧 绝对正常非常健康 您放心吧 我跟你说小子 这事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哪 当年你姐为了救你 这不在这个病库里 叫冷水给积住了吗 嗯 你看看现在这不你姐就做病了 我是妇产科的 你还不相信我呀 你就踏踏实等着抱孙子吧 没准还给你抱一虫孙子呢 哎 你们吃饭怎么不等我一下啊 真成 姐我得批评你了啊 嗯 你干嘛去了 我做买卖去了 咱家现在是什么时期 你出去做那不靠谱的买卖去了 什么时期啊咱妈 咱爸这腿这回是真瘸了 我还不知道咱爸腿真瘸了 咱爸腿假瘸那次 你都不知道我都知道 不是 我的意思是给我一个星期时间 我做成两笔大生意 我就哪都不去了 我就在人家待着 我就伺候咱爸 那这一星期谁管啊 那白天谁照顾爸谁给做饭 不 你知道今儿这菜谁做的啊姐 谁做的 你做的啊 我哪做得出来这么好吃的菜啊 我丈母娘做的 丈母娘做的 你以为呢 安得什么心呢她 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好心呢她 说什么 不是爸你瞧我姐哪有这么说话的啊 白天我丈母娘看咱都上班了 你又奔哪去了是不是 没人照顾爸 人来照顾一天做一桌的好吃的 您还这么说呢 你不感谢人家 哪有她这样的爸呀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只要赶紧回去人小米在家等着你呢 不尝 我看她下没下毒 我还吃了 嗯 那个我爸催我了 催你 催我了 催你干嘛呀 你说呢就是催咱俩有孩子的事啊 这有什么着急的呀 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 真的老婆 你说我爸都这岁数了 原来一直都不服老 自打这腿真摔舌之后 明显老了 我跟你说我爸有点害怕了 就生怕自个儿哪天不行了 抱不着孙子留下遗憾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说呢 爸瞎想什么呀 身体那么好 再说了 这怀孩子哪有那么容易怀上的呀 你看我那小妈 那么想要小孩 好多年都没怀上 她 不是她能跟咱们俩比吗 咱们俩多健康了 是不是 我跟你说老婆 咱俩得抓点心啊 咱俩得加把劲了知道吗 抓紧完成生产任务 你做什么 来了 买大骨头了 你又喝大骨头他哥 什么叫又啊 您上次不是装的吗 上次那些全白喝了知道吗 这回必须接着补 这就叫对您的惩罚 你这个人还真是不记仇啊 我跟您说啊 小时候我跟我姐吵架你知道 打的呀我哭得细了哗啦的 只要五分钟没人理我 我自个儿在屋里我就能唱上 我妈说 瞧这孩子 没心没肺 所以您放心 我这人一点不记仇 真的 你说前一阵子吧 咱们两个一直逗 没想到给孩子带来那么多的麻烦 金大哥 您想说这个啊 我还真是想跟您说两句 这几天呢我也琢磨了 您说咱干嘛呀 咱这当父母的原本都觉得是为了孩子好 所以为了孩子争 喝咱俩闹的 孩子好了吗 一点没好 是不是 孩子们的日子得他们自己过 谁也代替不了 所以我也琢磨出来了 不管了 真的 让他们好好过他们的 咱怎么着才能让孩子日子过好了呢 就是咱管好咱自个儿 咱自个儿每天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 孩子就会高高兴兴的 就幸福了 算了 不瞎操那些心了 管好自己 全家太平 您别在这站着去去回屋歇歇去 上上客厅 沙发上坐上去 我干活了别在这晃了 要不您弄得我眼睛 瞧回去 秦大哥 歇会儿吧 您干嘛呀 这前后的这走 人家医生说了 得让我经常地活动活动 不然的话 这条好腿的肌肉就萎缩了 为什么做不至于的 您坐歇会儿 歇会儿 老妹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去给人家送花吗 为什么呀 我那个姑娘啊 跟人借了十多万块钱去做生意 最后都给人家赔了 这从东北追账都追到北京来了 我闲着这 挣点钱帮她还一还 您可真够不识数的 您送花能挣十几万块钱 能挣多少算多少呗 您说您管这事干什么 孩子们自己欠的债自个儿还 又不多十几万早晚能怼上 就您这份爱操心这劲 可不像王爷后裔啊 什么王爷呀 这古人云哪 万里长城 今幽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啊 喝啊 喝着王爷您还都不够使了 都得秦始皇了您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呀 什么名啊利啊 其实都是过眼烟云 这老百姓啊 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那才是正经的 看着您跟大老粗似的 您别说您肚子里还挺有水 还挺能砍 大猪 我以前叫金祥林 六八年我改的秦大猪 就是为了和广大劳动人民打争一遍吗 后改的 我说呢 我说这是什么王爷的后裔 这哪像有身份人间给孩子起的名 叫大猪 听着像拉牌子车的 真像看大门的 和后改的 对 哎呀 行了 再怎么说 您也是贵族后裔 饭给您闷上了 马上就好 菜都摆桌上了 待会儿饭好了 你赶紧吃别回头凉了 我可得好好伺候着你 好点我可别把你给饿死了 回头那个报纸上说了 昔日王爷后裔 金祥林不慎饿死家中 我责任大了我 我走了 行了好了您赶紧吃啊 别后头凉了 这名字啊 可以赶回来了 明白吗 我觉得你现在车 开得越来越好 赶老司机了 是吧 走 行啊你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孩子王 打这一流没人打得过我 试试 我试试啊 不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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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一点 行行行行 然后呢 压低 压低压低压压低身 好 对 再这样 手平着 好 来 预备开始 走 您回头给我把钥匙吧 赏您三番五次老得给我开门 您少买呀这多沉哪这个 沉我倒不怕 关键是什么您知道吗 太痛 来 新闻哥 您猜我几点出来呢 我八点多就出来了 现在几点了 快十点了都 好家伙这快俩钟头了 这北京这交通真是 那歇会儿吧 吵口气北京这交通啊真不行了 急死人 茶是刚漆的 刚漆的 好 我喝一口去 来 行了 我自己认吧 大妹子 嗯 你说这大热的天 你这么天天饱 我心里都真是过意不去 行了 这车屋的话来回说 有意思吗 您真成 你说我这个病吧 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好的 哎 我行似着呀 你也不能因为这点伤 把咱们全家人的工作生活 都搞乱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不用天天饱 你就隔个一天半天的呢 来一次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我都能对付 您真行 隔一天来一次 我不是也得来吗 我也不能不来呀 真是的 您说八台大轿都抬不过去您 那怎么办呀 咱们可不是就得来回跑吗 您再甭客气了 真是 哪还有时间歇着呀 赶紧给您做饭去了 做完饭我好回去 要不一到中午吃饭那点 又都堵上了 大妹子 上你家去 现在就走 大夫怎么样了 恭喜你 你老婆生了个大放小 谢谢你 谢谢你大夫 谢谢谢谢 感谢你别这么激动 这是我们本职工作 这不是应该的吗 别老抓着 您大夫不让他休息啊 好几个小时 有什么感谢的话跟我说啊 我也谢谢你 客气客气客气啊 你 你又不能进去啊 您就在这儿等着吧 谢谢啊 喂 妈 生了 在北京家园医院呢 您赶快过来吧 来 金大哥 您把门带着啊 箱子给您放您窝门口了 回到一会儿帮您收拾 来 进 故地冲游 坐吧 慢点啊 您呢 就在这儿歇着 这是今儿早上晨报 您在这儿看报纸 那个水果是洗干净的 您啊 吃水果看报纸 我给您倒杯茶去 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 爸 那我做饭去 昨儿我在找事买那虾 这么大个鸡尾虾啊 胡蹦乱跳的 直往塑料袋外面蹦 咱做个两吃 好 好 张董事长 你放心 咱们这件案子呀 事实清楚嘛 证据也缺少 二十人不可走过过场 你放心 翻不了船呢 一切都碰有差 不好意思的 我这又来个大客户啊 好好 咱先收到这儿 好好 再见啊 张董事长 好 闺女啊 嗯 怎么今天想起来到这儿来了 是不是缺钱了 那个要多少 老爸你俗不俗啊 动着就提钱 我来看看你不行啊 这 这真不是来要钱的 看 哎呀 让我闺女好啊 我闺女只能来看看老爸 可老爸现在别人眼了就不是个东西了 嗯 在谁眼里啊 在谁眼里不是东西了 你想喝点什么 我给你叫 我不喝 哎呀 怎么着 听说招新人了 没有啊 招什么新人啊 说什么也不懂 我看看 是助理啊 还是秘书 叫进来 我看看 你 你 谁跟你说的呀 谁嚼舌头的给你 我看看 快快快快 这工作时间别打扰了 那你叫你来 我看看 是王琳琳告诉你的吗 博物馆是不是王琳琳 我看看 她主不在 她出去办事去了 这么不巧啊 嗯 哎呀 看来还真有这么一人 你想干什么 没事 我不着急 我等着看看 不是 我跟你讲闺女啊 你千万别听王琳琳在犯神经病 扑风捉影 真的是什么事都没有 我给你讲 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 我 前段时间呢 我 我公司招了个这个女助理 也是工作需要 她就不行了 就疑心这个疑心那个 跟神经病似的 嗯 这你相信老爸 老爸是那样人吗 闺女 别人不相信我 无所谓 我找人站在这里 但我的闺女 我最亲的人 你不能不相信老爸 如果你要不相信老爸 怀疑老爸 正无疑在老爸的伤口上撒盐 老爸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 是是是 不是 你们俩真没什么吧 真的没什么 不是说了吗 孩子 你 什么意思 行行行行 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你嘛 反正有一句老话啊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以免后患无穷 行了 那我 那我也不等吧 好 我先走了啊 这孩子神秘得一样怪气 这是 一个王弟 太烦人了 大妹子 你让我干点啥吧 你干什么 又回歇下去 不是 我坐在那儿也难受 给我点活 受累的命 来 待着难受干点活 来 正好 来 咱们把韭菜摘 好 好 我说呀 咱炒个撒菜 然后呢 我给您烙几个盒子吃 好 韭菜盒子 爱吃鸡蛋韭菜的 还是肉韭菜的 肉的 肉的 二伍了 来 那家人爱着摘这个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给你找点活 你看我现在吧 这 腿不利索 但是这手啥都能干 以后这摘菜的活呢 就我来 炒菜的活呢 归你 你在前方倒胜仗了 我在后方腰杆直 您还以为我真指望您 替我干这点活呢 说老实话 就这点活 我两三分钟蹭蹭蹭 两下就干完了 这也就是给您点面子 让您增加点劳动的喜悦 觉得自己没吃白食 初博 你瞧见没有 又来了 又来骚扰来了 老婆 快快快 您去帮我把打发走了 这是您的本职工作 知道吗 摘菜不重要 慢点慢点慢点 我先我先我先 去吃 我吃 舒华呀 舒 吴老师 什么是你啊 你不是腿好了走了吗 复发了 你看看看 我早就跟舒华说过 我腿没有说好的话 不能走的 走掉的话一定会复发的 你看还是复发了吧 我管你啊 我们老年人哪 做了一个采采团 去采采的刚刚采采回来的 我腿满天满天的 我让他尝尝的 你可以尝一个 谢谢我不吃 你不吃的 我给他拿来了 怎么了 我腿有点不舒服 这样支着舒服点 一定要注意的 说话 他出差了 出差了 出差了 到哪里去了 上海 上海啊 这不早跟我讲一声啊 我回去给你几条的 到我舅舅家住去啊 我舅舅家住在哪里 你晓得吗 小白龙啊 吃素行都能解决的 他住在五星街饭店 五星街宾馆 那还好 嗯 他跟一个大明星去的 哪个明星啊 琪琪 琪琪啊 哎呦 跟他去的啊 你心得好的啊 一看到电视的时候 我后面都跳到电视里头 跟着握握手的 好啊 就是模样差了一些啊 对 但是演得相当好啊 哎呀 琪琪 对了 今天他也吃不到这个了 我上去整一件老酒下来 咱俩喝一喝 就这么近了 准备点 冰糖 吴老师今天不行 吴老师 我马上就欠了 吴老师 扔我这了 完成什么了 他说他还回来 我发现您可真够行呢 我刚才差点没窜出去 他说他要回来 你就说待会儿 你马上出门不就完了吗 不是没拦住吗 真是 哎呦 您 您可真够笨的 行了 那我赶紧写个条 你给贴门上吧 就说您马上出门 真是 哦 我不在家 哎 刚才还在家 撞好了喝了酒的 我不在家了 你 腿愁成醉啊呢 能跑到哪里去 安静 干嘛呢您这是 谁让您干活的呀 您能不能不现在表现您勤劳勇敢呢 真够可以的 不许干活 真是跟您说多少遍了 你现在得好好休息 你万一要再摔他怎么办呢 妈 回来了 爸 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没有 那个我把你爸接回来的 他依然住那边太不方便了 离太远 而且我去一趟还老堵车 我想干脆接过来得了 你得说说你爸 他太不像话了 爸 你又怎么了 你这刚来人家 你这 他西地 你说你现在能干活吗 你说这人 赶紧给弄屋去吧 让他歇着 好 好好 慢点 爸 老妈 干吗 老爸今儿又找我了 管我聊他 我没兴趣 我说你稍微关心他一点 行不行啊 老爸现在日子不好过 不是有什么不好过的 他破产了 没饭吃啊 居屋定所 这不是钱的事 我跟你说啊 他跟那个王琳琳闹别扭了 我告诉你闺女 他跟你妈在一块的时候 天天跟你妈闹别扭 一天跟我闹三回恨不能 你甭理他 这回不一样 他俩吵得挺凶的呢 搞不好 我看搞不好得离婚 我的米饭 老公 你说你爸前两天还左不愿意 右不愿意的 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 怎么了 没有啊 你妈到家里把我爸给接过来的 你不愿意啊 没有 我们哪儿 那我哪儿会不愿意啊 我就是觉得好奇 你爸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呀 我爸没说什么 就说咱们两家离得远 照顾起来不方便 这儿来了这不就方便了吗 你说这俩人也有意思了啊 本来是冤家对头 现在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吃饭了 来 来 吃饭了 一瞎两吃这叫 真香啊 老金 你这个人啊 你怎么骗我啊 你是个大骗子啊 我想 你要骗我老头有什么好处啊 你这个腿啊 好不了了 别唱了 老公 老公 我问 你问件事 什么事 你有没有觉得 那 那有点不对劲啊 我爸腿真瘸了这回 咱俩不看片子了吗 我知道 我看片子了 我没说这事 我是说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妈主动把你爸接过来 要不说你是记者呢 具备敏锐的观察力 我也感觉这像你妈设计的一个阴谋 说什么呢你 我妈那是一个宽宏大量的 心胸宽广的人 那 那还有什么奇怪的事呢 不挺好的吗都 你觉得他们俩之间 会不会有那种可能 什么可能 就那种 你笑什么呀 我的天哪 别笑了 我说眼泪都要乐出来了 怎么会呢 要真是那样 我跟你讲我烧烤箱都来不及 那咱俩就好了 结大欢喜了 不可能 就你妈那脾气那性格 我爸肯定看不上 我爸年轻时候不是没人追 帅极了 你看我现在这样 也能相信我爸年轻时候得多帅吗 不可能 看把你美的 不是 我说真的 如果他们俩真的有那种可能的话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不可能 你想得太多了 不是 什么叫我想太多啊 你没觉得奇怪吗 是你想太多 为何这样说 但你却没有 别说了 什么都说不清楚 真的心疼我 好 环帽 我觉得你这么憋的家里可不行 你应该多看点书和影碟 好 要不然我给你推荐一个吧 好 你知道日本有个导演 拍过情书和燕尾蝶那个 知道知道 他描写的爱情故事 一般都是男女主人公啊 其中一个都已经死了 太惨了 我这是爱情故事 你懂什么呀 那样的感情才凄买呢 我这么跟你说你也感觉不到 回头你自己看吧 好 那你给我找找呗 鼓真大 还有我给你找啊 你自己找去 你找一个呗 你找一个 这样没能创造见那儿机会的 好 拿一个 那个在前面的拉锁里呢 太阳镜 对对对 好 你自己当心啊 那就这样啊 有事你再给我打电话再问我 好 拜拜 大卫子 听你打电话这调都变了 助理这活不好干吗 可不骂 一开始啊找着工作 我还以为人家不是给大明星招助理吗 我以为是个一官半职的呢 结果一去才知道就是个碎催 就是保姆实际上 一开始觉着特难 现在好点了 因为他人挺好的其实 您知道吗 他有病 他洁癖 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我走到哪儿吧 我都得给他弄十几个小瓶 这小瓶里啊都得用那个八四消毒水 兑上白水 喷壶 比如说他要打这电话啊 他就 先得喷了 然后才能打 然后他先脏 觉得上面全是细菌 在餐馆吃完饭 信用卡拿给人家 等人家还过来的时候 他得喷完了才能装口袋 您说可怜不可怜 我跟你说 就第一次明儿发现我干这活 你知道吗 正感觉我们那天啊 拍酒店的戏 他不肯穿人家饭店一次性拖鞋 一次性拖鞋他都嫌糟 他得自己从家带拖鞋来 你知道吗 我拎着俩拖鞋 正在底下那儿站着呢 哎呀妈呀这不是我妈吗 有那么好笑吗妈 又回来了 您这笑什么呢 没事我跟你 跟你跟你爸这聊天 我跟你说当时 就把我闺女给吓得说 我妈怎么干上这个了 您怎么不乐呀 逗不逗我这事 没啥好乐的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您说我 我跟您啊吃冰拉冰 没话 不聊了 孩子们回来我得做饭去了 别打我了 我说你能不能醒了你快点啊 我这等了多半天了都 干嘛快点我没看见我这工作呢嘛 你别跟没事似的啊 咱俩得努力 你知道吧 我爸天天催我 催什么呀 你说催什么催孩子呗 老爸我跟你说啊 我爸这都辛苦了大半辈子 这老子老子就这么点心愿 咱俩一定得让他早点把这心愿给了了 你知不知道 你别跟没事的 赶紧赶紧行了行了 要努力也不是我努力呀 那也得你自己努力 你这话说的我一个人努力得了吗 这事咱俩不得配合着来吗 行行行行 对对对 差点忘了 怎么了干嘛呀 这个人体这个基础体温呢是三十六度母 我问你 明天你是不是带你爸去医院检查去啊 你顺道问问他 为什么呀 你没发现你爸和我妈不对劲啊 你就探探戴口风 看看他什么意思 不是你你给我点被子呀 要我怎么睡觉啊 不是你 不是说 来 叔叔 从片子上看 你的腿恢复得不错 估计再有一个礼拜 就可以痊愈了 这可能见点光了 不过啊 你就忍几天 这几天啊 你要个外注意 不能再有磕着碰着什么的 他吧 一定注意 一定注意 恢复得不错 谁啊 来了 干吗呀 干吗呀 有点事 有点事 我让你老米饭 你这有事没事 老汪我这儿跑 这算怎么回事 咱俩现在没关系了 你老这样影响多不好啊 那个说 说话 你能不能别那么 气势秀秀的 你看你注意姿势 姿势 我我求你了啊 看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你竟然能不能不过汗 你嗓门太大 你一叫我心脏抽抽着 头嗡嗡的真的 尝尝尝尝尝尝 你也用不着抽着 你说吧 怎么了又 这是水 能喝吗 喝吧 心脏的 怎么着啊 跟王琳琳吵架了又 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用知道吗 我猜我还猜不出来 怎么回事啊 又婚外情了 什么叫又婚外情了呀 我从来也没有过婚外情啊 现在王琳琳她不了解 你跟我那么多年 你不了解吗 我干过那种不道德的事吗 行行行行 你甭跟我说这 谁呀这女的 叫什么呀 我认识吗 长得怎么样 哪个女的呀 跟你传绯闻那女的 哪来什么绯闻啊 她就是 就我最近嘛 我公司我招了个女助理 大学生 你见过她 我还用得着见吗 我猜我还猜不出来 就你那点心思 说吧跟她到什么程度了都已经 什么程度 我跟她就是正常那种工作关系 杀下级关系 就除了在工作当中 就是进行交流 工作以外 我跟她都很少说话 谁信呢 一句话不说 一句话不说 王琳琳能急成那样 能跟你吵 人家王琳琳不像我呀 我跟二百五似的傻了吧去 人家王琳琳多精啊 人家没准现在就防患于未然呢 什么叫防患于未然啊 她就瞒不讲理 就最近这个时期 从我招了个女助理开始 我回到家里 她不干别的了 就盯着我 从不不理我 折磨我 非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什么事没有啊 就上班睡觉 我刚关头她把灯开开了 不让我睡觉 我上个厕所都吸睛胆战的 不知什么都通漏头进来 弄得我都憋成前列线了 她的就是纯粹的扑风桌 无中生 我把话说全了 字说全了 扑风桌影 无中生有 对 说话就好好说 动不动还让老嘚子 扑风桌 什么玩儿呢 烦死了 我告诉你 这事很简单 你还用招跟我商量吗 既然你跟那女孩子 什么关系都没有 把她开了不就完了吗 把人给开了呀 对呀 凭什么 人家工作很好很优秀 这还讲道理吗 不讲人性啊这样做 再说我也不能 灌她这个毛病啊 让她王林林得逞了以后 我工作连女员工都不能有 女同事都不能有了 对吧 我也不能接女客户的case了 OK